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周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视频发表讲话时称 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该移除俄罗斯 并对联合国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从美国Axios新闻网的报道来看 泽连斯基是在谈及 发生在乌克兰部下的平民死亡事件时 抛出这些说法的 他当时激动地表示 眼下首要的工作就是 去改变联合国的体制 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 显然证明了联合国无法履行其 制止国际入侵的首要职责 他称 必须通过改革建立真正有效的联合国体制 阻止侵略并强制侵略者选择和平 才能维护和平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网的报道 泽连斯基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内部改革 取消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并将俄罗斯从安理会中移除 称这样才能真正让俄罗斯为其发动的战争负责 否则 泽连斯基称 安理会就应该解散 另外 他还呼吁建立一个 类似于二战后 纽伦堡审判那样的法庭 去审判俄罗斯的战犯 此前 俄罗斯方面在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 亦曾对联合国和安理会进行过抨击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涅边甲于2月28日 在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上表示 过去8年 联合国和安理会一直在假装没有注意到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顿巴斯的罪行 并称试图无视俄罗斯的立场 对其视而不见 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他当时还表示 俄罗斯军队不会对乌克兰和平的公民构成威胁 他们不会向和平设施开火 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我唯一会讨许多优工 很重的意志 好 稳定